14年世界杯 张继科像一个充满血腥的齐天大神 扛着金箍棒杀到了南丹半决赛 此时对手波尔的笑容 似乎多了些许苦涩与不安 这个让刘过良睡不踏实的德国老将 曾坦言国拼最难对付的 一个是马龙 他正手技术变化多端 一个是张继科 他反手拧拉带来的压迫感 是什么样的反手拧拉 霸王拧 继科可以说怎么说呢 爆发力特别强 是不是 你看他这种腿啊 包括这种 上肢的这种力量 为什么他的这种反手拧 被称作为霸王拧 别人的这种拧 都达不到他的这种 就是这种高度呢 就是他的这种质量呢 你要看真正到大赛的时候 或者说真正到十比十的时候 谁能用人 那才叫真正的 咱就说关键时刻 不能掉链了 关键时刻才见真东西 是不是 那是不是呢 我们一起来看 或许只有强大的对手 才能让张继科 一改往常 开局就火力全开 疯狂调动 充满血腥的嘶吼着 对于老将波尔 张继科 这个新进世界三大赛四冠王 赛场上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像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随后张继科一鼓作气 正面银钢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张继科 却意外的接连出现 接化球失误 波尔连拿五分 拿下第二局 调整状态的灵丹妙药 这还得看刘胖的碎碎念呀 第三局 张继科简直判入两敖 凶狠拼杀 波尔宝刀未老 寸步不让 你一拳 我一脚 达到八平 真是可敬的对手 大力出奇迹 张继科 推出 活头渣 狂轰两大脚 近身拼刺刀 反手甩中炮 连得两分 率先 捞到决点 事后一鼓作气 拿下第三局 这样十比八 张继科 营效第三局 现在三比一 波尔经验丰富 稳中求胜 百短机长 前后调动 批左打右 战术严密 一番比拼后 比风来到六比一 浴室不要慌 你永远可以相信 这个大心脏 它可是脏傲啊 有压力 它总能创造奇迹 随即 出手 就是一招霸王宁 核能压制 给场观 带来一场 无与伦比的 视觉声音 好球 对于张继科来说 进攻 就是最好的防守 他犀利的反手连丝 让波尔 局促波尔 说是迟 那是快 又是一记 逆天霸王宁 回球打穿 很快将比风追平 一招先 吃遍天 不要你的霸王宁 接二连三 德国帅哥教练 紧急叫的暂停 一顿虚道 嘿 Tim 你这样不行的 这可是咱们的主场 你得搏杀 不然 咱们的观众 可要叛敌了 一旁的刘胖 也没闲着 可 就这么甩他 是吧 怎么舒服怎么来 伴随着两声怒吼 张继科 帅先拿到局面 也将比赛 退向了高潮 但是老江波尔 真的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 紧张时刻 波尔将比风 追着九笔十 刘国梁紧急叫的暂停 看着眼神 看着表情 估计说的是 农场离你越来越近了 比风追平 帅哥教练兴奋的 向隔壁老王 娶了新媳妇 刘胖也是无作征战 只能站着 比风一风一风的咬 拼的是一口气 看谁能扛到最后 一口气 好球 好的 最终16比14 张继科占到了最后 老张人狠话不多 就算为了不去农场 也要死磕到底 精彩下班长 下期见